這個短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台版跟韓版之間的差異 左邊是韓版的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介面 大致上是差別在這裡 這個是他把 這是後來多的一個每天一小時的一個副本 他裡面的資源還不錯 這是鴻門 鴻門等級鴻人被動技能的一個材料 所以目前台版還沒有 好然後再來呢 這個勒 這個好像是勢力戰 這個台版還沒有 那這個還不知道是什麼 好然後呢還有一個地方 點起來你會發現差蠻多的 尤其是交易所 台版的交易所是沒開的 他說 拍賣所預計將在日後開放 所以他還不給你交易 那交易所到底是在交易什麼東西啊 他主要就是你抽裝 所得到的這種 紫色的東西是可以去交易的 還有一些 他所歸列的那個 項目 他所列給你的項目你可以交易的才可以 大部分是不能交易的 所以無課金的人大部分是沒辦法交易的 他想要累積到這個黑鑽 就是你們拿到那個藍鑽跟黑鑽 你要累積到一定的程度是相當困難的 這就是台版目前沒有交易所 但他之後一定會開 然後還有你看他這個差很多 差了這一個啦 這個UI可以關閉 所以這畫面變得很乾淨 大概像這樣 然後還有幾個副本 像 像副本這邊最明顯 你看 這一個是精神塔 他可以 快速練的 14天200級 那他沒有 台版目前沒有 然後他還有一個 什麼副本呼叫的 不太懂那是什麼意思 看後面怎麼樣 那他還有一個每天 一小時我剛剛有講 每天可以掛一小時的鴻門 材料 然後 他還有一個釣魚的系統 來看這個道具這裡喔 你看 道具這裡你只有守護靈跟臨時加工 其實這沒什麼意義的功能 然後圖鑑也沒有什麼意義 那韓版他有神功牌 像這樣 可以再增加戰力 然後還有珠寶功能 珠寶系統 可以在每一個裝備上面塞珠寶 然後有珠寶系統的那一天呢 就會有釣魚的功能 因為釣魚是為了要拿到珠寶 所以你就會有釣魚的玩法 那釣魚的玩法 你詳細那一些東西 可以在我的影片說明下方 可以點起來了解一下 那台版有寵物 然後 韓版不僅有寵物 還有一個叫做 琴熙人 這種可以抽 你們可以來抽這個叫做守護靈 然後寵物是寵物啦 守護靈是守護靈 我是覺得那個是分開的 那戰力系統呢 給大家看一下喔 這就是所謂的 戰力結構 你看 韓版的戰力結構 這個貓不要看啦 你不要看這個貓 因為這個只有召喚師才有 八卦牌這個大家都有 寵物這個也有 然後多了一個 那個 剛剛講的可以抽情吸引 然後還有神功牌 那我稍微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一百 不是一百 一百名啦 對一百名這些人 總牌行喔 看他們的裝備是怎麼樣 這個是橘色裝備 然後長這樣 你可以點這個小人物起來看 他們的戰力是 這是五百多天的戰力 長這個樣子喔 這就是平均 大部分是這樣子啦 然後一三五都是氣功師喔 你就知道氣功師有多受歡迎啦 像這樣 然後八卦牌都是紫色的 紫色這一個八卦牌 那你們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這是怎樣的套裝效果 然後還有這個 這好像是紅色的吧 然後還有這個 剛剛講的 抽情吸引他們那些東西喔 然後神功牌也是都橘色的 大概是這樣子的概念 那最高等級的話 250級喔 哇最近他們終於練上來了 那再來準備要再開咒術師了 所以現在韓版就是有 召喚師、靈劍士、刺客 那未來還要再開一個咒術師喔 那這就是韓版跟台版一些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然後再來呢 它有它的城鎮 它城鎮是歸類為這樣子 四大城喔 竹林村、酒館 還有一個後面的地圖喔 那給大家稍微看一下後面的地圖長什麼樣子 後面那個我真的是不太會唸 這是大漠嘛 然後這是第三關 這是第四章 那之後還有這一些 這些區域喔 這可能有玩過電腦版比較後端的人 才知道在講什麼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個 韓版跟台版的差別 500多天的差別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